我還以為是濕底 它是完美 完美的臉型 對啊 好小喔 只是小 但是我的下巴很短 尤其是一笑的時候 我覺得是你選錯帽子 因為你是選這樣子的 其實我剛剛是戴這樣 但是它戴久了就平掉了 是不是 老師 所以到底要怎麼抓那個額頭呢 不要那麼平就好了 你可以來前面試看看 那帽顏平的人 是他那個紅有多浪紅 對 它其實是有一點波浪 可是太硬了 那個剛有它也是灰色 然後又是灰色 所以它這個是硬的 它想要塑造出有一點 它應該這個要軟一點 我覺得詩敏可以帶這種 很反差很大的 紅色真的要看人 亮紅的 因為它的波浪是 它是這樣波浪的 紅色好跳 好看 然後它搭配灰色也會很好看 反而有 譬如說像那個 我們有時候 像比較豔麗的戴起來 就會太豔了 第一組這兩位對不對 對 第一組 對 反而它這樣有個性戴的話 其實你就會覺得好好看 好搭 而且它五官特別跳出來 因為比較個性的人 其實他可以玩一些 比較平常我們一般人 不太敢戴的帽子 就比較趣味一點 比如說像這樣子 他們說這個是豬肉派 這種 我也有一頂 我也有一頂派 這是我最貴的帽子 為什麼是豬肉 是不是這種 對 對 它就很像 那個 他們說美國飯 就是這個叫 那個豬肉派 對 對 豬肉派 所以像它這樣穿 也比較有個性 會帶這種比較有個性的項鍊 它戴起來就其實會滿好看的 好看 就很有個性 好好看 所以其實 所以要戴這麼前面 其實這樣戴很好看 我都這樣戴 這樣有一點那個 對 我都不是放著 這樣有一點80年代那種感覺 對 比較復古的戴法